我們自己的門派 記者先生 你不要混淆了 經常在報紙說我是掌門 就希望平靜一下 其實我們法學派就沒有掌門 全世界都沒有 那是什麼是集體領導呢 就是在這裏 我知道林先生是來自新加坡的 在新加坡他也是開這個市場 而且我知道在新加坡在東南亞 吉武的功績也是非常的濃厚 而且弘弦也是不斷地在發揚光大 所以接下來我們也請林先生 也來說一下 您這一派也是等於是 黃先生的一個分枝 對 我們這一派呢 是跟林俊 是我的輩子公 宋少爺 他當時坐船 也帶了他的子兒 一個創船員 兩個人到新馬 然後從那邊開始發揚 那麼在新加坡 這種學級武術 或者在弘弦方面的 他的狀況是怎樣的 相當活力的 因為現在目前 當時南洋我們開在新加坡 就是大家到南洋的時候 也有同學啊 有太季賢啊 有別的外加造林賢啊 都在那邊因為開墾啊 演劍啊 從一個遺村 慢慢的變成一個城市 讓我們鼓勵 其實他一個過程中裡面 很多的老支部 都下南洋 到中南洋去 也發展起來了 他當時 宋少爺 是從他們 第一頁呢 就在鋼桌會吧 教育拳 收的第一頁 在鋼桌會吧 那後來 我們 後來再選擇一個台股 因為 也是因為為了比賽 新加坡的比賽 傳統拳 就是兩年只能看下一次 一個隊伍只能派兩個隊員 那我們 結成這麼多怎麼辦 隊伍再成立了 我自己的一個 正常的隊員隊員 才可以展開 那其實說起來 在新加坡好 在東南亞好 這種隊伍的風氣 還是非常的豐盛 而且大家呢 也很驚慌的 能把我們中國的 這名武士的精神 能夠發揚光大 其實我現在 而且傳統拳戰發展 目前在新加坡還是很難 因為現在目前 大家都要搞奧運 大家都要搞亞洲賽 新加坡要搞公運會 要參加這些 武術比賽 要搞國際拳戰套路 那學校的發展 學校的那個目標 現在已經把傳統拳去掉了 學校已經沒有傳統拳比賽 所以剩下那些國際拳戰套路比賽 是這個問題 那其實我覺得不要緊 因為都是在做這個運動 是不是 而且都是希望能夠發揚 但是我們只要保持這一種的精神 保持這一種我們的耐力 我相信呢 一定是會推廣出去 而且呢也有到各位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還是非常歡迎在座的各位呢 如果是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想和我們的嘉賓聊一下的話 也歡迎舉手 或者是 這部門的林先生 他很想問一下 李泰柯師傅 他就說呢 黃飛鴻呢 有沒有收閉門弟子 還有呢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弟子呢 叫做 圈鏡修 是不是叫圈鏡修 是嗎 是 想問一下 有 有 是嗎 那或者 林先生 李泰柯師傅 都問他 有沒有收閉門弟子 是不是閉門弟子 我不知道 不過就 那時候我會小 我可能就 都有聽這個名字 就 有 有沒有介紹過 他是一個什麼人 那就 不是很清楚 因為 當時 他在生的時候 都 因為都很白色 但是 我聽到 李師傅 我就是 指教一名的 好 我是來自烏門的 所以 我問這個問題 這麼特殊 因為 英靜修烏師 是我們事工 他有個徒弟 叫梁忠天 我就跟梁忠天師傅 那 我問到 憲靜修的問題 因為 我年輕到大 在武門 是 除了憲靜修 這個 醫師 他當時 不是 叫拳言師 是叫 醫師 是專門去打 他 他有一種 是約人的 打人 是用 黃飛鴻的 命 去做 當然 他那裡的 藝台 各方面 我們 都不認識 直到 我是在大約 六三年至六四年之間 相繼 是國內文化大革命 那時候之前 我就看到 有一頂 很大頂的 陸景大 當時 是五六年至五五幾年 報了五層死母 我想很多武林界都知道這件事 就是吳光年 和那個聖克夫 師父 是有一場 職奏的 當時 當裁判長 那個 就冤淨修的兒子 冤淨哥 當時 我師父就在上 他就看了頂帶 跟我講 他說 這個 就是我的師兄 我說 這個師兄 他那一瓶水 是怎樣 他就說 他說他爸爸是天井州 天井州 就跟過黃飛鴻學者 我就想這個證證 因為師父說 後來 因為師父當時已經是九十二歲 我不是大義師父 當然我不是大義 而是我想清楚 我本來是黃飛鴻的傳人 或者弟子 或者是那些一瓷水的人 也都不是很多 所以我就大膽提問 是引證一下這件事 是否有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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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問得相當好 黃飛鴻那支水 他教了糧班 賣魚飯 很多 很多東西 是 鬼腳踏身 是 是 因為溫泉很小 所以認證 我們大家同意 我們都不懂 要寫一些去問 所以 這個 在我現在六十八歲來講 以前那四十五年 就是那個門派這件事 太小了 所以就認證分了 其實是不好的 民政 如何證明 是否 我大膽 正說 因為我分工都 遲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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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 我都接受挑戰 否則你是否 是否 莫桂蘭的尊 或者朱瑞朱的問題 都有 很大的問題 我說你不信 我相信自己 你不信 他有想遺跡 所以 有很多事情 是很麻煩 造成很多爭鬧 我們不太知見 不應該有 打破了 打破了 很麻煩 傳統的功夫 不再過下去 很快很快 就被 不知之外 不知之外 就被外國 那些師傅 爆發了 這個問題 是相當的 我們現在 身為 推訪者 我們需要考慮 這個問題